台北市連山路很禮拜,今天陽光普照,天氣不錯,藍天白雲 今天會有一個新的消息,就是新的市長當選人高峰安 高峰安他立委還沒時,現在已經人事命令的修正已經發佈 發佈有一個好處,就知道這個組織到底他要對新的市場 要做什麼改革,要做什麼,差弊端 這就是政黨輪替的好處 以前柯文哲市長五大弊案變五大政績 現在新的醫療會有什麼變法,我們繼續觀察